大国外交最前线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习近平主席的法国之行 大家好 我是刚强 在荣军院广场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后 习近平主席夫妇将会乘车 在马队以及摩托车队的护卫之下 来到爱丽社宫 中法两国元首将在这里举行小范围会谈 大范围会谈 并将共见记者 那我现在身处的这座爱丽社宫 是位于巴黎市中心 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府 是法国最高权力的象征 爱丽社宫今天迎来尊贵的中国国家元首 因而也将再次见证 中法关系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性时刻 走进爱丽社宫你会发现 这座建筑是用这种大块的石头砌柱而成的 而在主楼的两侧是对称的两翼 那么这样就环抱出了一个宽阔的院落 这个庭院的地面出救的是这样一种小的石子 走在上面沙沙坐下 爱丽社宫现在的一层 他的客厅大部分是会议厅和宴会厅 而二层是总统的办公室以及生活区 其实在这次访问之前 习主席曾经两次到访爱丽社宫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次访法 两位元首共同决定打造紧密持久的 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而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法 特别强调中法作为特殊的朋友 共赢的伙伴将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 继续并肩前行 那么今年恰逢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 对于两国来说 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谈到中法关系就一定要来说说 中法关系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 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 大史及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和机制性战略沟通的西方大国 同时还是第一个同中国发展 民用何能合作的西方国家 同时法国还是第一个 同中国互办文化年 互设文化中心的西方国家 所以这诸多的第一 都彰显出了中法关系 历史和现实的水平 而近些年来我们看到 在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的 战略引领之下 中法关系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发展之头 两国的战略沟通富有成效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人文交流不断地深入 同时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也是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协作 尤其是两国的各部门 依托战略对话 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 以及高级别人文交流 这三大机制 能够将两国元首所达成的故事 落实落地 从而不断地充实中法全面战略 后半关系的内涵 我们知道 爱丽舍意思是 希腊语 它的意思是 乐同国 福利 那么中法两国 作为东西方的两个大国 只有携手合作 才能为两国 为世界 打造更多的乐图 带来更多的福利 大国外交最前线 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